12万多提到了雪铁龙C6 但是车到手开了几百公里之后 非常后悔没有提 大众的宝来朗逸 那么这是一个网友粉丝跟我的留言前天啊叫成名字我就不说了 他的坐标是在湖北 那么说这句话我为什么说你后悔哪里后悔了他并没有回复我 其实他说这些呢我有点不太相信呢是不是在逗我玩啊是不是 12万多能买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 丰田卡罗拉 是不是一个宝来朗逸还有一个轩逸的价位 这个价位买到了这个 毕加汽车的雪铁龙C6 是非常优秀的 这款车的呢确实是大将价在湖北呢 弄了一些噱头啊 就是说很多购买者去抢车 然后都 营销员没有时间给你写合同都甚至都自己写合同 踏破了你家的门槛啊 其实车量并不多 卖卖就拉倒了 车子是非常优秀的 4米98的车长 2米9的轴距 211的马力 1.8T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加上一个爱信8IT变速箱 就这个配置啊 别说123万 156万167万 都得抢疯了 对吧 那么别说和这个他的大众朗逸宝来相比 后悔买他了 你就是说 他的行车质感要比这个麦腾啊 凯尔美雅阁啊 这些常规的避机车要好太多了 本身他就是个避加级的车子 对吧 尤其是底盘的扎实感支撑性是特别特别优秀的 知道吗 拐弯的时候 支撑性扎实感 他是和别克军越是同级别的 和这个福特的金牛座是一个级别的 他这个车有人说隔音不好 那作为一个 必加级说 他的隔音水平还是可以的 完全都说得过去的啊 内适用的都是真皮材子 这个车的 你要说你买后悔了不如宝来和朗逸 我觉得 你说的恰恰相反啊 油池也能看出来 便宜才是硬道理 之前有说法医车的质量不好 太丑了 那你在便宜的情况下啊 什么都变成优点了 对吧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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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